OdioJungle 韩国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冬奥会 在经过朝鲜的参赛表 派之后 韩国在扭转乾坤 企图办成一次最成功的冬奥会 为此文在寅总统邀请周边四强 也就是中国 美国 日本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出席开幕式 但是 目前来说 四国当中还没 有任何国家表示会出席 为了成功举办平昌冬奥会 韩国总统文 在淫在去年11月 对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曾邀请参加开幕式 然后在12月的访问中 国大陆期间 再邀请习近平主席出席 他还于去年底 派遣拜场康京 和访问东京 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出席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 对此 美国总统特朗普快人快语 表示他本人虽然无法参加 但是会派遣重要人士或家属出席开幕式 因此 首尔曾一度传出特朗普的女儿一墨 卡于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乳敬 有望在平昌会晤 替代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美朝首脑会谈的说法 最终美方敲定由副总统彭斯帅团出席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 对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文在寅总统曾提议 由习主席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对此 文在寅将出席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如此可以一方面提升国际社会对二个冬奥会的关注 同时也可以发展中韩两国的友好关系 但是 在萨德问题 尚未完全解决之前 中方对此没有做肯定的答复 只表示 若习主席不得参加时 会派遣高层代表团出席开幕式 日本方面 对于韩国在去年底发表的韩日未安复协议调查报告 一直耿耿于怀 韩国的调查结果认为 未经过未安复当事人同意的协议 虽然由两国政府签署 但是并不具备被解决问题的实际意义 韩方很明确地表示 不承认这一协议 而日方却强调 该协议本身很明确地规定 这是韩日两国就未安复问题签署的一份最终的 并且是不可逆转的协议 并据此要求韩方履行协议内容 日本外相和野太郎说 录音 他说LDQUO 若因为是前一届政府签署的协议而被撕毁 这样的话日韩之间 汪后 不可能再会有任何协议 而TCO 日方的消息说 在韩国不承认韩日未安赴协议的情况下 安倍晋三首相拒绝出席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 韩国虽然也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但是由于俄罗斯与国际奥委会的摩擦 目前来说 普京出席开幕式的可能性并不很大 另一方面 在朝鲜已经同意参赛平昌冬奥会的情况下 绿领朝鲜代表团访韩的人士受到关注 有分析认为朝鲜政坛第二把手崔龙海有望领团 另有人认为金正恩的妹妹金乳敬会出席开幕式 但是这两人分别被韩国和美国的单独制裁列为进使入境的人士 若要促成崔龙海或金乳敬出席平昌 平昌冬奥会还需要韩美政府解除制裁 所以综合以上的信息中美日俄领道人都不会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朝鲜高层的访韩则需要韩美两国的协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